昨天收到一个朋友的情报 说印尼又倒了一批火 堆满了它的店铺里 现在就进去挑货 又来一箱 我总算逮着这个时候了 以前都没看着 又来一大箱货 这一箱货 看到没 一个大木箱 这一个大卡车也就装这么一箱货 装不了多少 这也蛮费劲的 也不是很容易产出来 来给你们看一看 晃晃悠悠 总算倒下来了 然后现在还放到位置上面 铲车落下 安全就位 OK 这么多人在这围观 都是准备来抢货的 里面还有很多人 看一下有啥东西 接着传计 在这下货 然后就每个人拿几个 我看他们打开这什么玩意儿 这怎么是个童器 这个人太多了 相当的恐怖 感觉人比货还多了 这里有一个男右的一个盘子 要不把这个搞去算 还是加进的 你给我保持个多少钱 他认识我 他很熟的 这些人太多了 他这里就一个老板娘在这里招呼 这个还不错的 这是个轻中期的一个地盘的 一个单身有的盘子 本来这个正常质量 要卖到靠中几千一个 别的我一个朋友 我就给你们拿去放了 然后就把它干起来 今天第一件事 其实反正普通的东西挺多的 有些普通的我都没有问 也没有要 我就要一些好玩的特别的 我觉得真的不错 可以来问一下这个 青花繁红连拌的一个盘子 但这个有去买字 要是漂亮 也不知道好不好 问他一下 这个老板娘在那 老板娘在那 生意太好了 我就挑一些 我看的上的 再干一些这个龙盘 青花龙纹的一个大盘 瓶龙的 这是民国的 东西全美 这个这是干的第三件 其他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还有很多普通的麻酱 整个这个店都爆了 全是冷 拆箱的位置都没有 这边 这个 它有几箱稍微好一点的精品 所以我们就到这边来看 三万的 三万的 哦 那个镇子 五彩的 青角 树三彩的 树三彩 一个海拔柜 大家能够完整的 那好几万一个 反正全部裁在这里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问价值 先把它干了 嘿嘿 扛一边啊 这个是一个明晚期崇祯的一个音细 看没有 画个 音细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盖碗 这一整套的给你们看一下 画龙纹的啊 非常漂亮一个 这晚期民国的啊 三件套 现在这里有一个好东西啊 是一个绿柚的一个文房盖河啊 上面画的应该是一个皮修 非常少见啊 东西是一个晚清的 晚清的一个绿柚的一个雕塑 皮修纹的一个层盖河 非常少 这东西还都很好 很喜欢啊 这种好物件呢 咱们要有这种眼光啊 也有一点点小摇瞻 其他眉毛 刚才一个朋友差点还给我强的 但是我那个穿绿颜色的那个夫妇 他们也要这个东西 还是很不错的一套 这个很少见 这全部都是没整理好的 肯定是福利的 这个是哪时候开 这是别人定的 买败掉了 好多都已经卖掉了